只要誰犯錯 誰就會走出去 為人屍表竟然口標髒話 朝著學生丟板擦 還要學生撿起來後到旁邊罰站 但誇張的不只這樣 在老師上課的時候 你再跟高一 你老是知道 你這比你學生跟流氓一樣嗎 現在這邊有假 我要把他冰起來 現在都怎樣 要不要亂 恐嚇要把人冰起來 威脅讓他拿不到畢業證書 甚至還點名學生搞排擠 要其他人不准和他說話 否則就要殺人 我就是XXX 本居住當初朋友看看 我都不是殺人 我都不是你們的導師 在黑板寫下自己姓名 要同學牢牢記清楚導師名字 事發在台南一所高宮內 9號下午班會時間 林姓導師大爆走 原來是前幾堂課 班上一位同學 和其他人在課堂交談 被任課老師制止 但屢勸不聽 遭到告狀後 林姓導師沒有私下開導 反而在班周會上情緒失控 學生被嚇得面面相去 技術俗稱 所以對我們的上課 可能要求比較高 但是我們平常上課 沒有看過老師這樣 覺得應該是 學生的行為還是有問題 對 該那個臨時 先調離原班級的行政職務 去避免說未來 再跟這個班上同學接觸 會不會有其他的衝突事件發生 有後悔啦 阿姨也是有檢討啦 因為畢竟在情緒上可能稍微用詞過度了一點 所以老師他也是有在檢討中 被標罵的同學心情受到影響 請假到16號才來上學 而根據了解 林姓肇師任教多年 先前擔任科系主任 這學期因為家庭因素 和原班導師對調職務 但無論如何 朝著學生丟板擦 標國罵 行為實屬不當 TVBS新聞顧手長徐一敦台南報導